中国大陆国产车一直被贴上廉价标签 就算到了电动车时代 仅仅靠卖的数量多或是配备很高端 但仍称不上高端车型 直到比亚迪旗下推出仰望品牌 一口气把中国大陆国产车价 推升到超过百万人民币的境界 全新的硬派越野车型 仰望U8真的全面上市 推出豪华版单翼车型 售价一口气达到了109.8万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483万起跳的售价 这在十年前 真的让中国大陆车迷想都不敢想的车架跟配备 现在真的推出了 但这样的车有何亮点 又有何技术创新 作为中国大陆高端自主品牌的它 竞争力到底怎么样 尤其中国大陆车迷对高端汽车品牌的迷思 有时候比起台湾车迷 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亚迪仰望品牌要如何说服消费者 放弃了四路虎或是宾利等高端越野车 去买一辆要价人民币109.8万的国产车呢 这就要先从仰望U8的实力开始说起 这辆车定位百万级新能源硬派越野 最让欧日车厂感到震惊的 是它的底盘科技跟动力配置 结合比亚迪两大自主研发成果 首先是一四方平台技术 用四个轮胎搭配独立的四个马达 加上刀片电池科技 最大动力输出超过1100匹马力 百公里加速时间最快为3.6秒 相当惊人 还有最新云点P系统 是全球首款新能源越野车 智慧车身控制系统 高度自主调节行程达到150毫米 有三段软硬智慧调节 可以兼顾高速过弯操控性 还有颠簸路段的舒适感 也因为搭配一四方平台跟云年底盘 仰望U8有着超强的原地掉头模式 让两侧轮胎以相同速度 相反方向转动 车辆便可以依靠车辆中心化圆 实现原地转向 等于跟宾市最新的EQG电动车 搭载了同样技术 卸行模式则是让两侧的车轮产生转速差 不依赖方向盘转动 便可以让车辆在行径中出现横向移动 可以减小转弯半径 比传统方向盘转向更加灵活 包括汉马EV等车型上 也配备了类似的功能 浮水模式则是因为一四方平台 防水达到IP68等级 同时凭借四轮独立控制 在车辆完全漂浮在水面上时 可以独立控制车轮输出 让车辆保持受控 沿前轮指向的方向继续前进 在车辆误入深水趋势脱困 但注意并不是这辆车可以当成船开 而是可以在淹水触景寄托困 这在台湾台风季节来临时 可说是相当实用 只可惜台湾买不到这辆车 而在外观内装设计部分 车头采用家族式设计时空之门 配备了分体式大灯 整体呈柄型设计 高机制架辅助系统 配备38个高精度感制元件 包含3个雷射雷达 5个毫米波雷达 14个超声波感侧器 和16个摄影镜头 车身侧面整体轮廓 宛如宾式G-Class或是路虎 Defender的硬汉形象 还有隐藏式车门把手 车尾尾灯位L自行设计 下方包裹点阵式灯光 点亮效果相当独特 内装部分方面 独创的12.8寸星河曲面屏 加上配备high-end及音响系统 星空律动天窗 主动相分等配置 有致不输给欧洲车厂的超豪华空间 比亚迪一开始推出高阶品牌仰望 决心打造超过人民币 百万以上的高阶车型 这辆仰望U8正式上市后 更开出了人民币109.8万的天价 虽然不少大陆车迷 同样直呼太过昂贵 但中国大陆高端消费市场 真的相当庞大 但这辆车要如何征服 那些花得起百万人民币买车的人 放弃所谓的欧系高端品牌 买买中国大陆的国产车 相信销量将会证明一切 感谢您的收看 也别忘了持续支持中天车响家 我们下次见 海洋新全校克菲尔地生俊 搜索中天车响家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们了